if you wanna have some fun unfit more real 这一瞬间的特别 幸福是烙起来 1,2,3,Let's go 朝处处 哪里开始春春 Hey,Let's dance another way Let's dance another way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两个...有点心虚 两个眼妆给大家看 一个偏大地色 另一个有点紫色的眼妆 其实两个眼妆 都是会用Tarte的眼影盘 去花的 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 我平时是怎样化眼妆 和这一盘 它的颜色是怎样 它的效果是怎样 就继续看下去了 由于素颜 是不可以整天都搬出来 给大家看的关系 我已经发好我的底妆 眉、鼻影的位置了 你看看是不是超级漂亮 上面的闪粉 它还有一些星星闪粉 在上面是很漂亮 你会看到眼影里 包括了一些紫色粉红色 所以这盒眼影 真的非常适合我的 我现在就做一个 手上的试色给你们看 大家见不见到它的颜色 是做得超级漂亮 你会看到这些闪的颜色 是做得很smooth 一点都没有粗糙感 幻彩色是超级漂亮 然后它一些眼影 都很smooth 其实这个是我塗得不好 这颜色是反而我这么多颜色里面 最惊喜的 是因为它会做到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紫色 第一个眼妆 我会用香檳色做了打底 你会看到它一塗上去 就已经是非常smooth 而且可以打亮到整个眼的眼皮 而且我会拉一点 在下眼皮这个位置 也是做一个打亮的 之后我就会先画眼线 想做一个清淡一点的妆 所以我就会画一条很柔很柔 贴近自己眼睫毛的眼线 你们知不知道暗瘡这件事呢 它好像偷听了你 知道你今天要拍妆片 就在这几天爆发出来 它务求我拍妆片的时候一起出现 它才是开心的 之后我就会用一个闪的古铜色 去blend开眼线 而且做一个很自然的轮廓 也是画在眼尾这些位置 还有眼头这些位置 当然我们先不要忘记我的下眼 这个位 你就会看到这只眼是真的有深邃到的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轮廓的 如果你和我都一样 眼是很容易 好像很肿的话 就可以加这一颜色 或者有时候用这颜色也可以 但是我比较黑 没有那么白 我就会用这颜色 这颜色就可以 固在这里上面 令到眼睛没有那么肿 有眼的凹位出现 其实如果像我这样的双眼皮 一锁就会锁到这个位 你就在那里锁下去 你就会看到分别 这里会有一个自然的阴影 你就不用担心地来回掃一下 你就会出了这个假的眼窝位 这盘牙的颜色做得很好 因为它里面有温色 也有酷色 所以不同肤色的朋友 都可以做到这个阴影的效果 当然我一定不少得 要打亮我的眼头和眼的中间 去做一个闪的bling bling 它中间这个闪粉色 真的非常适合 你会看到打亮了 没打亮 打亮了 没打亮 是很大分别的 如果你想效果再突出一点 就可以在眼球中间的位置 打亮眼头的颜色 这个大地色系的眼妆非常简单 都是用了一个香檳颜色 和一个古董的珠光色 就可以打造出我平时拍片 或者出街的日常妆容 真的大家都会懂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眼妆很简单 很普通 很多眼影盘都做到的话 之后我就会用同一个眼影盘 去做一个纸醉金迷的眼妆 现在就开始了 我一开始都会用这个香檳金色 做一个打底 因为我的眼皮本身真的比较暗沉 所以要打亮 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 一上去就会看到已经非常提亮眼皮了 今次我就会用这个紫色做一个主色 我会把它插在双眼皮的位置 做一个主颜色 一样都会拉到下眼皮的位置 这个我就不会拉到很长 都是眼尾三分一的位置 做一个心碎感就够了 如果你上下眼皮都画了同一颜色的话 眼妆就会更加有一致的感觉 其实夏天用这种颜色的眼妆都真的很漂亮 之后我就会用一个MACSON的超级无敌深紫色 去做一个层次深碎的感觉 因为始终用紫红色的眼影都会怕少少眼肿 我们就沿着眼线位推出来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粉红色 可以在眼中间做一个水汪汪的效果 这个粉红珠光色用上眼的颜色 真的很温柔的 绝对不会是一个眼肿色 最后就用中间的白色 去加上眼尾了 看上去是不是很简单的 我平时发眼妆 都是用数颜色去堆叠 做一个沾层 就可以发到一个很漂亮的眼妆 也沒有什麼技巧 我不是教大家化妝 我只不過是分享自己化妝的方法 因為我都知道我不是專業的 還有眼影盤的質素都很重要 如果眼影盤的顯色度、細緻度做得好 你的眼妝呈現出來都會很漂亮 所以大家多留意我分享的眼影盤 因為我都沒有什麼技巧去分享給大家 但我可以做不同的試飾 以及分享他們的容後感覺 就像這盤Tarte的眼影盤 它的包裝已經獲得了101分 真的超級漂亮 我想每一個女生喜歡化妝都一定喜歡它 然後它的粉質非常柔滑、非常顯色 閃粉不會太粗粒 但它有少許非粉的問題 不嚴重的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最重要是它的眼影的眼影 上眼都是很滑的 不會起到一塊塊的顏色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跟大家推介 今天這個很簡潔簡單的眼妝分享 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會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